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预争取代表国民党角逐下届台北市长的孙大千 今上午与脸书撰文列举竞争对手 现任市长可文哲的优缺点 各五项并指科最适合去当监察院长 脸书粉专孙大千 San Tachian 贴文开宗明一直言 选举不是你死我活 也不需要把对手批评的一文不值 十恶不赦 孙解释唯有忠心尊敬竞选对手优点 才能清楚看出其不足之处 孙大千表示 科市长有五个优点 值得肯定 首先是坚持理念 不应压力而屈服 也不会因考量选票有所动摇 其次为真实坦白 毫不掩饰 若犯错 二话不说直接道歉 第三是病实 事情该怎样做就怎样做的态度 有效遏制 观说放水文化习惯 第四为自我要求严格 做事一板一眼 以身作则 第五则是直白的发言风格 有别于以往政治人物给人关枪关掉的感觉 不过孙大千也直言 柯文哲亦有五个不适合担任市长的性格缺点 首先是自以为是缺乏变通 听不见专家意见 不采纳善意见言 其次为太过直白 导致失言不断 仗着民众宽容谅解 不知节制改进 第三是过于刻薄 没有领导能力 内阁成员频道出走 第四为个人主义太强 导致是否团队失能 人 财伦废财 第五则是历练不足 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造成多起难以解决收尾的烂摊子 孙大千认为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对自己与市民而言 可能都会辛苦了一点 并语出惊人建议 其实柯文哲最适合担任的职位是监察院长